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5月27号 非常感谢您能来到这里听我扯淡 我们今天聊聊这个孟晚宗 那边还有十个小时的话就要宣判了 对不对 目前来看的是三种结果 第一种就是符合双重犯罪 这样的话就要引渡美国了 第二种就是不符合双重犯罪 那就无罪释放 应该是两种结果 对不对 为什么说三种呢 如果说按这个无罪释放来处理的话 那么无罪释放以后呢 孟晚舟肯定要回国 上飞机回国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加拿大那边要不要上诉 如果说上诉的话 孟晚舟刚好还没上飞机 那可能就要扯皮 继续扯下去了 如果说孟晚舟已经上飞机了呢 那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好吧 你爱怎么上诉 就怎么上诉 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目前是三种结果 三种结果里面呢 我感觉最大的可能是第二种 就是无罪释放今晚回国 这个事情呢 从前两天 前天孟晚舟他们在法院门口 还拍了一张合照 比出那种手势 感觉要胜利的样子 我估计他们应该是对这个情况 是最了解的 那这样看的话 他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另外呢 今天这个微博上 听说啊 传出了这个 把孟晚舟把他那个 电子报警器 脚上的那个东西啊 给剪开的照片 这样看的话 是不是 好像也在暗示着什么 我没找到那张图片 好吧 我没找到啊 咱不知道真假 但是我总体感觉啊 应该是无罪释放 今晚回国 这个事情呢 大概就会是这个样子 在我们正式聊这个事之前呢 还是想想先吐槽一下 吐槽一下 就是特鲁多前段时间 不是对中国的这个司法独立 说了一些话吗 对不对 当时呢 我就特别想吐槽 但是你总不能专门 拿一切来吐槽吧 对不对 我们今天说一下啊 他这么说的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5月21日遗憾地表示 中国不懂 加拿大司法体系 是完全独立的 继续把关押两位加拿大公民 与逮捕华为一名高管 联系在一起 这一点 加拿大与中国完全不同 他们不明白 我们既不可能 也没有愿望去干涉 我们的独立的司法体系 这句话我真的想吐槽啊 我真的想吐槽 第一个呢 你说中国不懂 这就开玩笑了 是吧 司法独立而已 有多高深吗 中国不懂 开玩笑吗 甚至可以说 共产党最懂司法独立了 是不是 共产党要不懂司法独立的话 共产党会说 我们要建设司法独立 但是呢 我们的司法独立 要在党的领导下 反正这话说出来是 是不是 所以说呢 共产党是很懂的 不光懂这个司法独立的好处 也懂司法独立的一些缺点 为什么说司法独立 肯定是好的呀 肯定是没有缺点的呀 对 那是理想中的状态 但是现实中呢 你看啊 这个加拿大的司法真的独立吗 对不对 所以说 仔细想啊 仔细想这个事 别看这个特鲁多长得很帅 是不是 你觉得他说的肯定对 我觉得特鲁多在某种程度上啊 甚至有和这个Jim Kerry啊 都有点像 不光长得帅啊 这还特别搞笑 你知道吧 为什么这么说 这个特鲁多呢 他不要以为哈 他不要以为就是说 他们政府控制不了 他们的司法部门啊 他们的司法部门就是独立的 想多了啊 或者说我觉得你纯粹就是 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们举个例子啊 中国啊 如果像越南一样 你觉得这个事 还能拖这么长时间吗 对不对 他怎么把那个孟晚舟 给引渡过去了 对不对 再换一句话说 美国如果像越南一样 你觉得这个孟晚舟这个破事啊 它能发生吗 它压根都不会发生 是不是 那你仔细想这个事 那你这个加拿大的司法独立 是不是 你说对老百姓平时司法独立 那我觉得吧 是真的有啊 那这个也是我们很羡慕的地方 对不对 但是呢 在这种事情上 你还说你们有司法独立 太搞笑了啊 真的是太搞笑了 我觉得 给演电影去了 是不是 我觉得那个长相 那个气质 演电影也没有任何问题 是不是啊 演习剧片嘛 还有呢 就是 咱一说 司法独立这个事 哎 中国的老百姓 中国 司法都不独立啊 怎么怎么样啊 怎么怎么 那也哎 其实我觉得呢 很多时候人们是把这个司法腐败啊 和这个 司法独立 这两个事呢 混在一起了 你别说啊 这两个事确实是有一些联系 但是呢 你不能把这两个事 完全 完全混在一起 混为一谈 好吧 我觉得我们中国目前来看啊 解决司法腐败这个问题啊 算是一个当务之急啊 算是我们需要重点去着手解决的事情 而司法独立不是 对不对 你能解决司法腐败的问题 还像新加坡一样 那也很好嘛 是不是 我们也得看到啊 从这个李庄案之后 让这些问题 中国还是比较啊 比较这个重视啊 比较重视啊 但你也别给我提什么709律师那些东西 和法轮功啊 牵扯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 适应另外一条规则 就是 我们中国希望司法独立啊 但是这个司法独立 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 是不是 司法腐败呢 司法腐败的问题呢 是我们要关注的 好吧 这个东西呢 你能懂啊 就懂啊 不能懂的话 我们回头再仔细去说啊 我们还是说回这个 孟晚舟案啊 孟晚舟案呢 这个是大概率就是 她今晚要回国了 是不是 我觉得呢 对这个事吧 可以乐观一些 对不对 可以开心一些 是不是 她能回国 对我们整个中国来说 特别是华为被制裁了啊 你看 这种情况下 这个对我们的士气 还是有起到一个 很大鼓舞效果的 但是呢 也别 其他机包乐观 对不对 说真的啊 这个 时事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局势和以前 真的是差太多了 换句话说呢 你说美国前段时间 如果说没有啊 舔了心要制裁华为的话 那你孟晚舟案这个事啊 这个 到现在 她今天能不能回国呢 那我是持一个 很悲观的态度 那她今天 为什么说 我现在觉得 她晚上大概率 是可以回国的 是因为美国 该制裁华为的 人家都已经制裁了 是不是 那你还能怎么的啊 你现在再把孟晚舟 给引渡过去 对华为有什么 本质的伤害吗 没有了 所以说呢 别吓气把老管 但是话还得再说回来 还得再说回来 就是有一个点呢 还是能帮助我们 认识一下当前局势的 因为现在整个局势啊 还是空前的严峻 这个时候孟晚舟 如果说能够回来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点 这个点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和他的盟友 并没有说那么齐心协力 那么铁了心了 占一条战线 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这这件事呢 这两天好像说 这个澳大利亚 是有个什么 是有个什么地区 维多利亚什么地区啊 要内讧啊 就是说维多利亚这个地区呢 是叫维多利亚 记不清楚了 你们可以查一下 他想和中国做生意 但是澳大利亚呢 并不愿意 所以说呢 就起了内讧 那同样呢 在这个孟晚舟这个事上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如果孟晚舟能无罪释放 今晚就回我的话 那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他们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 还是有一些缝隙的 目前来说呢 这个对中国来说 是最大的一个好消息 因为来说真的啊 你说现在华为 都已经被制裁了啊 这个经济危机 你说来了也好 说没来也好 反正都已经这个样子了 中国现在最担心什么 你说担心什么呢 对不对 有什么好担心的啊 你香港那边 还能再怎么制裁 对不对 中国现在唯一担心的 就是所有的国家 铁了心了 就是和美国穿一条裤子 站一起 是不是 就和中国彻底决利啊 彻底孤立中国 那这个中国暂时 还真没做好心理准备 这是中国最怕的 那所以说呢 如果孟晚舟今天能回国的话 在一定程度上啊 可以暗示着 中国啊 不需要 不会面对那么严峻的一个形式 这个从 日本的这两天的一个表 他也可以看出来啊 安倍晋三昨天是怎么说的 说我们 我们铁定要和美国在一起 对不对 美国是我们的唯一同盟国 你看听这个话 就感觉内心会比较难受吧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好像有点泄气 是不是 但是呢 我想说 像这种老滑头啊 安倍这种老滑头 你千万别听他说什么啊 你要看他做什么 对不对 他嘴上说的啊 永远是那么冠冕囊王 但是呢 事在办的时候 都是老滑头辣 好吧 这里还得再说一下香港啊 因为我其实觉得 华为的事情呢 和香港这个事呢 真的是一体两面 就是他俩是一个事 香港很多朋友啊 现在还在说 按中国出台了这个港版国安法 美国爸爸 快来帮我们吧 好吧 帮我们制裁这个中国 是不是啊 制裁大陆啊 我们恢复自由这些东西 我觉得吧 你们真的不要再呼吁了 因为你们没有看清楚这个形式 华为的事情 和香港的事情是一体两面的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 在这里我要扯到香港 扯到华为就必须要扯到香港 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事 这个也不太好解释 因为你看 我是美国先制裁的华为 对不对 我们才出台的港版国安法 是不是 它是有先后顺序的 它不是一个事 但是我这么跟你说 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说吧 现在如果说给中国两个选项的话 第一个选项呢 是美国不制裁华为 中国不出港版国安法 B选项呢 是美国制裁华为 中国出台这个港版国安法 你觉得中国选哪一个 是不是 中国肯定选不制裁华为 我们也不出台这个港版国安法 对不对 中国肯定是这么选 因为说真的 你别看出台这个港版国安法 好像怎么这么地 但是实际上 在这整个事里面 中国是吃亏的 中国并不想这么选 只是呢 这个港版国安法 确实也算是 回了一手很漂亮的牌 美国确实也没想到 这确实是 共产党蛮牛逼的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一些东西 就是这群恨国党 别听那些天天瞎嗶嗶 天天逼逼的 你多牛逼多牛逼 那个港版国安法 出台之前 你也听过这群恨国党 走漏一点风声吗 一丢丢的风声都没有 好吧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不是什么红墙密室 一个个说的像真的 去他妈了个屁的 这散逼你知道吧 所以说还是说回来 说回来 华为和香港这个事呢 一体两面 中国整体来说呢 还是比较吃亏的 所以说香港闹 闹的话 如果说你们为了这个民主自由 真的没问题 对不对 但你们希望靠美国去帮你们制裁中国 我觉得吧 这就超大了 因为美国其实已经制裁了 好吧 你说后面还能再出什么手段 没什么好手段了 这个呢 就是你要认识到当前的一个局势和格局 所以说对香港的老百姓来说呢 现在最好的解决方式 最好的解决方式呢 一定不是这个暴力 一定不是举个牌子 呼吁这个美军登陆香港 绝对不是那个样子 那个样子呢 只会让事情越来越恶化 为了避免这个恶化呢 还是希望能够想清楚你们的根本诉求 抛弃那些乱七八糟的激进的分子 提出一个合理的诉求 进行适当的一个妥协 政治这个事呢 就是一个妥协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是我想说的 但是呢 人总是那么感性 我觉得这些废青能不能 别说废青吧 香港青年能不能做到 理性战胜这种感性呢 拭目以待 好吧 再说回这个 再说回这个孟晚舟的事 孟晚舟的这个事呢 其实给港版的 不香港的这些青年们 也算是可以提个醒 你看看他今晚到底能不能回来 他如果说能回来 你要明白 这个加拿大其实是 在中间 获了一首悉尼 然后呢 进行了一些妥协 所以说呢 学学人家加拿大 真的 政治是玩的 就是妥协的艺术 好吧 这期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